TVBS娛樂頭條追星情報戰 今天要帶給你很多娛樂的資訊 首先今天一大早一開始就有一個好消息要帶給大家 巨星林俊傑要來台北開場了 昨天晚上這個消息真的是讓很多人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突然在他的社群媒體 PO出了一段宣傳影片以及一張照片 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地點 都是他準備要去開場的 像是新加坡洛杉磯多倫多 其中也包括了台北 這時候很多人就想問說 JJ你要不要接力周杰倫 接力阿妹來唱進台北大巨蛋呢 畢竟大巨蛋可以容納5萬個人 說不定可以讓自己 讓粉絲們得到票的機會大增 林俊傑經紀公司後來就回應了 說具體的時間地點之後會再公告 也是留下了一個伏筆 期待林俊傑之後正式官宣台北演出會是台北大巨蛋 講到開場還要講到昨天其實非常多人一整天都忐忑不安 而且緊盯著手機 為什麼因為要等著收尤阿搜比抽選門票的簡訊 昨天尤阿搜比公布了他們明年二月要在台北小巨蛋開場的門票的抽選結果 幾家歡樂幾家愁 我很多朋友就在他的IG分享說自己非常幸運抽到了 不過沒有抽到也沒有關係 因為有人就發現之前其實日本女星宇多田光來台灣開場的時候 有好多輪的敗部復活賽 這個意思就是很多人他沒有去付款或者是沒有退票的 所以他的位子會再被釋出來再重新抽選一次 當初其實就抽了兩三次 甚至到最後這個視線不良區也開放登記了 因此呢沒有抽到尤阿搜比的朋友 真的千萬不要太緊張 說不定之後還有機會可以進去場內一起搭唱IDOL 不過接下來他的演唱會門票你有沒有買到呢 就是David陶哲 這個週末就要在台北小巨蛋演出了 其實他在這一次的演出也是當初九月一賣票的時候 全部秒殺 畢竟大家都很想進去場內聽他唱的一些經典作品 像是剛剛我們聽到的黑色柳丁等等的 其實他當初聽到這個SOLAL的好消息 真的非常的開心 也說絕對會盡全力來演出這一次的表演 而且這一次是他睽違十年第四度踏上台北小巨蛋這個舞台 沒有搶到票的粉絲其實也都說 可不可以加強 但事到如今真的沒辦法了 畢竟都當週了 所以呢到時候請大家鎖定TVBS帶給你陶哲演唱會的最新消息 以上就是今天的TVBS娛樂頭條 最新情報戰